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穷州海峡为什么不修跨海大桥 红色区域这里是海南岛 绿色区域是广东省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 而广东省是目前我国第一经济大省 海南岛与广东省之间就隔着穷州海峡 也正是因为穷州海峡的存在 目前大陆进出海南岛并没有直接的陆路交通 只有乘飞机直飞或者坐轮渡穷州海峡 要运输大宗货物更麻烦 因为大宗货物一般用火车运输 所以首先必须在雷州半岛或者海南岛这边将火车拆成一届一届的车厢 拖进船舱 捆绑 开船 再出船 拼接 装上轮渡 再通过轮渡来运输 一趟花费时间需要大约4小时 所以轮渡的效率其慢无比 因此穷州海峡的存在 也无形中阻碍了海南岛来自整个海南省的经济发展 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 广东省2019年的GDP高达10.77万亿元 而海南省是5308.94亿元 如果穷州海峡能够修建桥梁和隧道 连接海南岛与广东省的话 势必会起大的带动海南岛 来自整个海南省的经济发展 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穷州海峡 穷州海峡位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 西陵北部湾 东陵南海的北部 是全国三大海峡之一 南北宽度不等 宽的地方大约30多公里 而窄的地方大约有10多公里 最大深度120米 海峡本身宽度不是很大 但为什么目前还没有修建跨海大桥或者海底隧道呢 首先是因为复杂的地质条件 穷州海峡和海南岛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震带 被称为雷穷地震带 附近常有地震活动 平均几十年发生一次中强地震 该地区还有三个断裂带 如果同时穿越三个断裂带风险实在太大 一旦发生地质运动 对我们的工程就是毁灭性的灾难 其次是恶劣天气的影响 我们知道南部沿海每年都会遭遇台风 而穷州海峡和海南岛一直是台风光顾的地方 资料表明 穷州海峡这里平均每年的八级大风有11.8天 即兴农卷风5次 如果建设跨海隧道 海峡内的海流比较强 在修建过程中也会面临海水流速的干扰 十分不利于建设 所以不论是跨海大桥还是跨海隧道 修建难度都是非常的大 耗费资金也是非常的多 好的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觉得海峡会内的海浦 给来到这些山洞 我们想的看见 在那边 我们想触 radius 在那个山洞 看看 对 有些样子 入筑 在这边 ousse 如果 无论 你